第659章 电商与实体 小说 都重生了 谁谈恋爱啊 作者 错哪了 11月份的尾巴 天黑得越来越早 因为室外天气太冷 浅桌迎来了一波客流高峰期 憨疲曹少爷都赚妈了 而此时 云闪富和支付宝的线下市场争夺战暂时告一段落 整个阿里都把精力全部投放在了今年的双十一上 这次的双十一比上一次更长 参加的品牌也比上一次更多 剁手的用户也哭得很惨 很多喜欢网购的人都被马老板一下给掏空了 零大食堂五块钱以下的餐品销量猛增 五块以上的菜品销量锐减 网上出现了个新词 叫做吃土 意味着双十一之后 穷的就只剩吃土了 而阿里也正式公布了淘宝的交易数据 总额达到了191亿 网上一片哗然 有媒体称 淘宝创造了历史 基于电商购物节的热度冲击 整个快递市场都变得膨胀了 各种快递品牌乘着风 不断下沉市场 据说红荣家园的三大爷都开始帮忙收发快递了 而因为节日流量的冲击 支付宝的用户也迅速超越了云闪付用户 甚至在短短一周之内就拉开了近百万的差距 不过这个数据 只是暂时的 购物节不是每天都有 消费者也不是每个月都会疯掉 用户终究还是会回归到日常的生活状态当中 点点外卖 聚聚餐 云闪付的用户基础仍旧坚挺而扎实 所以 数据的起伏在较短的时间之内 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江秦昨晚在曹少爷那里聊天早上起了床 把胳膊从Q弹绵软的小左小右肩抽出 逗了一下两小力 惹得熟睡中的小富婆阴了一声 然后夺不来到阳台 忘了出去 此时 各种各样的快递车飞驰在大马路上 朝着大学城的方向不断涌入 一个个的 落得都跟小山似的 大学生群体真不愧是网购的主力军 正当江秦感叹的时候 房门被打开 王海逆抱了一堆快递进来 整个人瘫倒在了沙发上 海王逆同学 帮我拿快递了吗 拿了 那个白色的 还有大一点的那个顺丰 江秦伸手拿起一只快递盒 拆开看了一眼 是前段时间火热发售的小米星机 两部 发箭人士雷军 里面还附了一张卡片 写着 赠江总及江太太 另外还有几家手机公司 例如华为 中兴 还有 HTC 库派 苹果及三星 在这段时间里 也都给他快递了自己的最新机型 商业圈的互赠都是这样 不算稀奇 大家不是都在说吗 江秦做了云闪赋 剑指阿里 那么下一步就要进军电商 能提前跟拼团打好关系 对于这些非常依赖 网销渠道的手机品牌 是很重要的 如果拿送外卖的速度 卖手机会怎么样 赚不赚钱不知道 但在市场争夺战这方面 绝对是大杀气 江秦伸手把玩着小米二 就听到王海逆在旁边一阵嘟闹 我刚才去快递站 发现里面都快几封了 今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网购 时代在发展啊 最近这些年 除了餐饮业 线下的实体门店都不太好做了 万众之前费那么大的力气改革 宁愿歇业一年也要铤而走险 就是为了这一天 说来也是 我老家的那座纯销商城 今年有一半的商铺都关门了 扶梯都不舍得开了 当然了 我也越来越不喜欢因为买东西而去逛了 王海逆说着话 随后拿起一个快递要拆 不过就在她的目光扫过运单的时候 看到加温震动四个字 立马脸色一红 若无其事地放到了一边 江晴都没注意到她的小动作 继续开口 实体寒冬要来了 尤其是末端的代理商和实体店主 日子会很难过 191亿 在没有网购之前 这或许是全国线下门店的销售额 那他们要怎么办 简单 依附于综合商场 或者是流量集中的商圈 这会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不过未来的线下门店 也许更多的是 用于宣传和体验了 08年的时候 江晴为了在林川大学试验团购项目 到处找渠道供应商 最后认识了何一军 那时候的万众 还是个纯销商城 从一楼到四楼都是货架 从家居百货 男女服装到日用电器 一应俱全 用老和的话来讲 万众商城 就是林川市中心的地标啊 结果仅仅不到四年 整个大环境就变了 纯销商城倒得倒 赔得赔 只有万众先浪潮一步 在09年 疯狂转型综合商城 并与拼团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 搭上了时代的列车 站在2012年 往回看那些潜移默化的改变 着实能感受到四个字 天翻地覆 与此同时 身处户上的何一军 也看到了淘宝交易额的新闻 甚至看到了楼下快递站前 乌泱乌泱的人群 不禁有些汗流加倍 妈的 真凶啊 2011年的淘宝购物节 仅有不到40亿的售销售 结果不到一年 几乎翻了五倍 也只有他这种时代的亲临者 或许才能感受到 这社会发展的浪潮当中所存在的巨大风险 他要是没改革 肯定死得很惨 这浪潮凶猛而狂暴 不知道淹没了多少人 只有那些有能力他在浪潮上隐行高歌的 才能引领这个时代 例如双马 例如江青 社会性事件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性猜想 很快 自媒体就把目光从网购大规模崛起 聚焦在了线下实体零售业的艰难上 报纸与新闻上不时地播放着 关于实体经济整体下滑 零售行业十分难做的消息 在这个时候 万众集团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这家公司最近几年 一直在做商城新建和旧商城改造项目 名气很大 堪比万达 尤其是万商会的项目 从动工开始受到了多方的关注 因为这家企业以路人的目光来看 很神奇 09年 电商还没这么壮大 实体零售业也还没受到太强烈的波及 但万众硬是砍掉了最赚钱的零售业务 歇业一年做改造 在当时 很多人都觉得他傻了 可如今的万众呢 和户上的情事地产合作 成为了综合商城领域最知名的品牌之一 你从前往后看不觉得神奇 但你从后往前看 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于是 有一大波的媒体追到的万众 想采访何一军 深挖万众当初急流涌退 一头扎入转型中的原因 万众对于外界的回答比较官方 说转型是基于对时代的思考 也是为了给公司寻找更好的前景 不过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 这些官方回答都是为了集团形象 而真正的原因 恐怕是因为江秦 因为万众集团的第二股东 就是江秦 这个猜测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根据调查 万众就是在拼团在林川小有名气的时候 选择的转型 而转型后的万众商城 也是依赖拼团到店的优惠券 重新聚集了流量 也就是说 三年前的江秦 并不只是做了建立拼团这一件大事 他还提前三年 奠定了万众集团 朝着综合地产发展的整体思路 和发展方针 最关键的是 和万众联手的秦氏地产 原本是冯氏集团旗下的公司 要知道 在互联网商业圈和投资圈里 一直有传闻流出 说江秦的太太 就是冯氏集团的大小姐 但两家好像有仇 其他的细节问题 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考证 但很多人都大概挠不出了 江秦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拼团做线上市场 又引导综合商城发展 接着成立凌川商帮 笼络大批品牌 成立金斯南基金会 入股投资 他一个人 其实主导了三个行业的发展 埋下了两条浮线 线上以拼团系为主导 线下以综合商城为战地 而在当年 很多人都以为他 只是个会做网站 能玩一手好营销的大学生 可江秦留在的后手 真的越挖越让人心惊了 当初要是知道 江秦是这种伤财 我肯定不会入局团购大战的 咱们纯粹是被骗了 被人牵着鼻子烧市场 现在才看明白 此时 很多当年和拼团 在市场打生打死的团购精英 都忍不住有些感叹 更加汗流加倍的 则是饿了不得张旭豪 自打他们收缩阵线 重新调整布局之后 原本的市占率 就下降到了28%左右 不过张学豪心态很稳 因为他还在等着庞蕊 让他们接入支付宝 但看到圈子里的 关于江秦和万众集团的留言之后 他又有点稳不太住 这感觉就好像 与你五五开 又被人发现了一个牛逼之处 你倒心受到了严重打击 但还是要强行五五开 但更崩的 是冯氏集团内部 情势独立 投资失败 招商走一步一个坎 目前的冯氏集团 人心惶惶 本来大家听说 拼团的总裁是冯氏荣的女婿的时候 还以为属于冯氏的时代 又重新来了 可谁知道结果竟然是这样 听说现任的冯太太 是冯总的二婚 不是吧 之前不都说是投婚 投个鬼啊 自己立的人事而已 当年也不知道 是靠着什么机会上了位 但据说对冯小姐还不好 典型的恶毒后妈 怪不得 我还说冯总的儿子 怎么才这么小 原来是二婚 要不是这个女人 情势就不可能独立 临川的那些品牌 怎么可能对我们的项目 避之不及 这女人 要凭一己之力 毁掉整个冯氏啊 求月票 or 2 本章完